上回说到薛姨妈带着薛盘宝钗来到京城借住在荣国府 宝钗温柔大方和蔼可亲 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这可就让黛玉郁闷了 因为黛玉性子轻高 一般人还看不上 更不会主动的迎合他人 再加上他敏感多疑的个性 就让他对自己受冷落 宝钗受欢迎的现状非常不愤 那幸好黛玉的身边还有宝玉 他比较了解黛玉性格 所以每次吵完架都是宝玉先来认错安慰 那就让黛玉郁闷的心情渐渐好转 却说这一天 宝玉来到宁国府堂兄贾珍这儿做客 不一会儿他就困了 贾珍儿媳妇秦可卿自告奋勇 带着宝玉去午休 没一会儿宝玉睡着 迷迷糊糊就梦见秦可卿竟然带他到了一个仙境 在仙气缭绕之中 他看到一个仙女经过 宝玉连忙拦住问询 才知道此处叫太虚幻境 仙女名叫锦焕仙姑 随后宝玉就跟着这仙姑到处参观 不过这个地方的地名都有些奇怪 叫什么痴情司 结怨司 博命司 宝玉赶忙问仙姑 这是咋回事啊 仙姑就说 我掌管了普天下所有女子的命运 按照她们命运的不同 分别登记造册 放在不同的地方视野 宝玉此刻正好停在了博命寺 于是打开了这里的橱柜 看了起来 他首先翻开的这本 叫《金灵十二差》又复册 第一页是一幅满是乌云的画 旁边有一首词 这幅画到底画了啥 这些文字又打的啥呀 米呀 反正宝玉是看不懂的 但她不知道的是 图画配上诗词 就是一个关于红楼梦某个女子命运的预演呀 比如刚才提到的乌云图和文字 说的就是之后会出场的情文 还记得前几回提到的真英莲吗 她被削盘带上京城 已经改名为香灵了 在副册当中 就有一幅图和诗词 是预言她的 诶 我现在有个问题 宝玉翻看的这些册字 为什么要叫金灵十二钗呢 金灵其实是指宝玉的老家 钗呢 是古代女子经常用的头饰 这里用来带着女子 是经典的借贷修词 那数字十二应该是说 一册里啊 记录了十二个女子的命运 非常可惜的是 由于曹雪芹原稿的散失 如今我们只能知道 右副册的前两个是晴文和习人 副册的第一个是香灵 其他位置只能靠咱们自己想象了 不过其中也有踪迹可循 比如右副册 副册 政策 应该是按照女子生前的社会地位来划分的 右副册多为丫鬟 政策呢 是主子小姐 副册就是介于右副册和政策之间 身份应该是适切一类的 那前面全都是说右副册和副册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政策 政策的第一幅图画 代表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两个 林黛玉 薛宝钗 两株枯木 树上一根玉带 雪地下埋着一只金簪 曹雪芹是在用林中玉带 按指林黛玉 雪里金簪按指雪宝钗 后面还有一首五言诗 可探亭姬德 堪怜永续才 玉带林中挂 金簪雪里埋 哎 怎么别人都是一人一图一师 到了黛玉宝钗这儿 却同分一图一师呢 这倒不是曹雪芹小气 而是向你传递一个观点 拆带合一 不分先后 那么在这一回中 究竟有多少个女子的结局 被预言出来 这些预言当中 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一切咱们下集再说 这些预言当中 这些预言当中